他这个规模呀还是比较大的 谁破坏我的祖庙呢 行这不是他的祖庙 他也乱认祖庙 所以北京实际上是两代的地灵 群记的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今天来到的是十三灵的定灵 定灵的故事啊非常多 关于他挖掘的动机 挖掘时遇到的种种神秘事件 挖掘者身上发生的种种恶性报应 皇帝皇后因破除迷信被开关焚尸 珍藏历史文物令人遗憾的被损害等等 这故事呢是一搜一大把 但这些呢都不是今天我要讲的内容 那么我带大家来到定灵会跟大家讲什么呢 Follow me 定灵啊 定灵呢是明神宗万利皇帝的陵墓 也是这个十三灵里呢 唯一被刨出来的皇帝啊 在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这个被刨出来的啊 这个皇帝的这个陵墓 你看这个定灵的格局呢 它就跟长陵就不一样了 它的这个前边有这个金水桥 然后过来呢神宫圣德碑 这个神宫圣德碑原来是有碑亭的 这碑亭塌了 塌了没有了 那现在就剩下了这个碑啊 和这个碑亭的墙啊 然后再过来呢是陵门 然后这个陵门再过去呢 是它这一套建筑 它这个规模呀 还是比较大的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 因为这个万利皇帝是最爱财的皇帝 最想要钱的皇帝 所以它这个陵呢修的比较精致 虽然不如长陵永陵大 但是呢相对来讲呢 规模也不小 而且比较精致 也有一个原因呢 这个万利皇帝是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 在位48年 是吧 所以它有充分的时间给自己修坟 万利皇帝的 它的这个灵啊不全 其实唯一可看的就是它的地宫 它的灵恩殿和灵恩门都没了 今天呢只剩下了这个地基和住处 它的灵恩殿和灵恩门为什么没了 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呢 是被李子诚给毁了 第二种说法呢 是被这个皇太极给毁了 到现在为止呢 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皇太极毁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是李子诚毁 不能光毁他的 应该这个十三陵 除了这个司灵 除了崇祯皇帝灵 应该全毁一遍 全毁一遍 不可能光毁他的 所以可能是在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兵 寇京师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这个灵给毁了 为什么毁呢 北京城啊 其实有两代地灵 我们知道的昌平有明十三陵 这个房山还有金代的地灵 所以北京实际上是两代的地灵 真元元年 海陵王完颜亮 把都城呢 从黑龙江 阿城迁到这个北京 就是迁都这个北京 他是把太祖太宗西宗的灵都迁了过来 包括这个太祖以前的 这些个这个 他追尊的这些个这个皇帝 从始祖完颜寒谱 一直到这个什么完颜乌骨奶 这些人的陵墓完颜迎戈 全牵过来了 所以大房山地区有很多金代的地灵 但是这个金代的地灵呢 在元朝就就蒙古人就给他进行了严重的破坏 就基本都被盗绝了 木道都被扒开了 就盗绝了 因为蒙古人跟这个金呢 是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 这个这个所以成子涵罚金 一二一九年攻克了金中都 就把金代地灵破坏了 可是金代地灵呢 他是地宫什么的被盗绝 灵上边的这些个建筑 尤其是那些石人石马呀 就翁仲这些东西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到了明代 尤其明诺 万历天启年间 跟努尔哈赤打仗 努尔哈赤不是建立的金国吗 努尔哈赤呢 其实也是装逼 他跟这个建立金国的完颜式的女真人 没一毛钱关系 这个女真族啊 它是个什么概念啊 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 是吧 你说这个中华民族都包括哪些族 汉族属于吧 回族也属于吧 蒙古族也属于吧 什么门八族 洛八族也属于吧 所以你说咱们是中华民族 那你是哪 中华民族的哪一只 女真人也是 女真人是一个大概念 只要是东北地区 宿圣系都是女真人 那你是女真人的哪一只 他属于女真人里边的狐狸改人 在这个金代的时候 根本就不算女真人 女真人就根本不拿他们当人 好来这个完颜式的女真没了 他们才说我们是女真 就好比说 清朝的时候 谁是中国的统治民族 是满族 不是你汉族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他实际上是狐狸改人 但他跟那个女真没什么关系 但是他也要 就所谓拉大旗做虎皮 再加上呢 他要找历史上一个比较著名的祖宗 所以他建国号为金 你一建国号为金 那这个明朝人跟你说打仗打不过你 那怎么办 扒女祖坟吧 你祖坟正好就在我这儿 在北京就开始扒 这个地上的建筑啊 全部推倒 包括这石碑什么全部推倒 已经暴露出来的这个石寒石棺扔出来 甚至在金陵上 在金陵上面盖了很多什么牛稿庙啊 岳王庙啊 要进了抢皇位 然后我急着进了金子 银子瓶子 大妹子 我急着干这个 没空毁这些东西 是吧 李子诚真没空干这个 所以我觉得还是皇太极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说皇太极的损坏对定陵来说呢 只是表面的 那么考古学家对定陵的伤害则是直击要害 明定陵是万历皇帝跟他两位皇后的埋葬之地 这座古墓修建于万历十二年 规模十分宏伟 占地面积十八万两千平方米 按理说这样的古墓应该是我国的骄傲 但这座古墓却成了中国考古界最大的悲剧 1956年左右 考古学家开始蛮横的打开了明定陵的入口 古墓埋藏至今又数百年历史 墓中的文物早已习惯了古墓的环境 这一打开 文物接触空气就产生了氧化 大量的书画文物开始褪色 字迹开始消失 丝织品更是迅速风化 变成了一堆灰烬 专家们也声称 眼看着古墓中万历皇帝明黄色的龙袍 在他准备拍照的一瞬间 氧化变成了一块黑色的破布 虽说从这座古墓中出土了三千多件文物 但损失的文物远比这个树木要多得多 这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大遗憾 好了 让我们带着敬意去里面参观参观吧